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压限制措施 中国记者受到越来越多的刁难 他们在美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一些记者甚至被迫返回中国 无独有偶 在澳大利亚 中国记者也成为阴谋论的目标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 近期在高举民主自有人权大旗的澳大利亚 发生了媒体界骇人听闻的事件 中国诸澳记者住所被查抄 6月26日佛晓 澳大利亚国家情报机构人员 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突袭搜查中国诸澳记者的居所 对记者进行长达数小时盘问 并带走记者工作电脑手机 移动U盘文字收稿的 澳洲情报人员并要求中方记者 就此次收查活动对外保密 与此同时 情报人员还收查了 澳新南威尔市州工党议员 莫斯尔曼住所和办公室 理由是莫曾多次公开称赞中国抗疫成就 批评澳对华政策 澳有关部门怀疑莫是中国代理人 澳大利亚这一事件的做法之蛮横 令人震惊 性质之恶劣 令人发指 在一个所谓法治国家 一无正当理由 二无确凿证据 肆意搜加盘查 并且扣押斯恩物品 严禁侵犯了中国记者的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了中国媒体 在澳正常的报道活动 这性质十分恶劣 完全是在赤裸裸制造 针对中方机构人员和有话人士的白色恐怖 中国记者成为阴谋论者的目标和靶子 与此同时 情报人员还搜查了 澳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议员莫斯尔曼住所的合办公室 理由是莫曾多次公开称赞中国抗疫成就 批判澳对华政策 澳有关部门人怀疑莫是中国代理人 澳大利亚一直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打击 标榜所谓的新闻自由 然在新闻自由上一直是双重标准 他们倡导 但在现实中却大将径庭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 澳大利亚利用六十多个法律法条限制了新闻自由 亲自撕开了他们所谓的新闻自由假面纱 事实上 根据环球时报记者书里 澳大利亚甚至将黑手伸向本国媒体 2019年10月21日 澳大利亚主媒体出现罕见大团结 头版七七开天窗 澳主要报纸纷纷图黑头版文字 抗议政府的新闻限制措施 2019年6月5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悉尼总部和每日电讯报 一名女记者住所遭警方突袭检查 澳广播公司此前报道 澳军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涉战争罪 每日电讯报记者报道了澳政府 试图大规模监听本国公民 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成为警方突袭目标 是因言获罪 事件引发澳洲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抗议 澳方号称此次行动合法合规 实为师出无名 以法律之名掩盖不法之实 澳方打着司法独立的幌子 严重侵犯有关记者公民合法权益 干扰他们正常报的工作 并对敢为中国说公道话的莫塞尔曼议员大稿 因言获罪麦卡锡是清洗 试问澳方如果真的搜得理直气壮 为何逐我记者晋升 为何澳官方和媒体对搜我记者事三减七口 澳方在抄家事搜查后 却表示如果查无实证 被扣物品将被返还 记者也将无视 这样的程序颠倒的荒唐执法 与此前数次炒作中国对澳渗透一样 建立在毫无实锤的基础上 难道不是又一次有罪推定的莫须有指控吗 美方声称此次行动不针对中国实为定点打击 对中国公民和有华人士选择性 歧视性执法 严重干扰中澳政策交往和人文交往 毒坏了两国关系 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据笔者了解 此次搜查西澳 反外国干涉西列立法 实施以来首次执法行动 莫斯尔曼议员如被指控 也将成为第一个依据该法被起诉的个人 这些第一次不约儿童矛头直指向中国 令人玩味 澳反华排华势力中的很多人 与美国、台湾当局过从甚密 不知依据澳方标准 这些人为何从未被调查 对此 一些专家做出分析 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的行为 打破了中澳两国成绩以来的默契 与各国间交往的基本准则 所谓的违反澳大利亚反干预法 完全是澳大利亚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是典型的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事实上 澳方针对中国诸澳记者的蛮横无理行径 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时间以来 澳国内一些人似乎患上了恐华 反华排华的偏执症 动辄在国内政治中拿中国说事 卑躬舍影 疑神疑鬼 频频炒作 中国高效渗透论 抹黑中国千人计划 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 否决中资项目 罗知莫须有罪民对中澳之间正常交往合作 进行污名化 妖魔化 在涉华问题上不断采取错误言行 已将严重损害双方互信和两国关系 澳方所作所为 势必进一步助长澳国内涉华非理性情绪 侵蚀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在中澳关系当前困难背景下 中国民众对于赴澳旅行的兴趣已大大降低 中国企业在澳投资新业的信心也严重受挫 说到渗透干涉 这些帽子完全扣不到中方投上来 反倒是澳大利亚所在五眼联盟 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对外国政要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 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 打压和践踏他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早在2013年 澳大利亚媒体就曾报道 根据美国前情报官员斯诺东公布的文件 澳大利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搞窃听 并向其他西方国家提供澳公民信息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 中国历来奉行并多次重申 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因 不知澳大利亚能否也像中国一样光明正大的支持这一原则 澳大利亚选择对华人 针对华人开展策访活动等 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 装装渐渐政治确凿 甚至在新冠肺炎撕掠澳洲之时 澳方仍然抹黑攻击中国作为药物 而不是将主要精力投入抗击病毒令人唏嘘 澳方已深陷被迫害妄想症无法自拔 对华表现的歇斯底里 澳大利亚选择对华强硬政策 并不是其政治高层头脑发热 一味随美其舞的结果 恰恰相反 澳美在做出该决策前 已经进行过充分的评估和考量 其一 澳大利亚政界推动反华立场的官员 普遍与美国主导下的澳洲情报机构 有很深的渊源 而且澳政界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被美国势力渗透和操控 因此 虽然澳洲执行对华强硬政策 早于其他美国盟友 但这有可能并非澳政府的自主选择 而是澳美双方的联动 鉴于澳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 必须要拿下的一个外威要点 在应对澳挑衅时 就需要站在超越双边关系的 更高战略格局上进行考量 其二 澳政界对于中国对抗充满信心 坚信澳既可以继续从中国捞取经济利益 又可以无所顾忌地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究其原因 主要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澳大利亚 双方若发生冲突 中国必须在出让核心利益 与打断自身发展的竞争之间 做出双输选择 我国需要制定 摆脱对澳大利亚铁矿石依赖的中长期计划 其三 此前曾为中澳关系改善 发出正面声音的澳大利亚商界 现已经彻底陷入沉默 其原因到底是他们产生了反华觉醒 还是暂时观望局面呢 对此 我们尚待观察 改善中澳关系的根源在于澳方 我国需要思考如何激发澳商界对澳政府 当前对华政策的不满与反对 是通过进一步向其开放市场 以共同发展的远景进行善意引导 还是对其施以严厉惩罚 迫其倒逼澳决策者改嫌异彻 当然 我们也还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 既不论中国怎么做 澳商界都不再有能力参与澳政府决策 因为在澳极右翼势力的操控下 澳已经成为一个由五眼联盟 情报体系控制的对华攻击堡垒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能发现 澳大利亚成为反华极先锋 是其内部政局变化与美国因素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 其动力是反共反华的极右翼价值观 底气是中国对澳铁矿石的依赖 其行为直接关系着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 及其他国的态度 中澳关系绝不是两国输赢那么简单 我国在对澳斗争中显示出的态度和最终的结果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面临的外部环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